副队 这样不太合适吧 要不我们先请示一下上头 副队怎么了 剧场在来的路上 对 局长 你是来帮着他们来找孩子的 对 我记得王安 说这里我知道有个王安 但是搞错了 他怎么可能是罪犯 那你回头回头再说 李叔叔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三两句话说不清楚 您怎么也来了 我也三两句话说不清楚 我是听上边的人说 才知道他住在这里 你有他电话 打给他 我已经告诉你 我正在忙着 为什么要打电话 欧静言 市区局长想见你 不见 我跟你说 喂 我是 我们见过你 这个郭教授 到底是什么人 瑶瑶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我是她的翻译 这可不常人 不过近年 没有过马里兰大学 最年轻的博士豪 毕业以后她拒绝了 马里兰大学留校的表情 回到中国公安大学 担任犯罪心理系副教授 她居然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 静养来了 我会给你 有些语言 恩 人说得过 真的来了 我评论 她 genom销售摄立马里兰大学 你怎么到我家来了 当然是在考察你 贫乏的小背景啊 一个家庭关系 极为和睦的大学生 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家 你不但不在家里面休息 反而到一个闲逝多年的 老房子打工 是否你的内心不向外表 看起来那么开朗 不仅仅是年幼丧妇 你的其他家人 在某种程度上 也给你很大的亲情诉求 你的个性并不偏执 也不脆弱 是否你的童年 遭受过了更大的伤害 不过与我新的发现相比 这个问题显得唯不足道了 你这样看这种毫无逻辑 毫无科学根据的小书啊 上面还做了大量的批注 这是严谨小说 需要什么逻辑啊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若有一人 爱我如初 谁让你认识的书看的 谁让你认识的书看的 外面那位小姐说 这房间你的书 我可以随便看 你为什么让我做出事 显而易见 非你不可 毫无所谓 毕如 我工作的时候 不想要被打架 我需要有人替我做 很多繁琐且无效的工作 毕如 但就像是你 我只认识你一人 而且 你还很会钓鱼 我要考虑一下 我只抓对穷凶极恶的罪犯 只有我才能抓到 这个案子 破案时间 最长不会超过一周 也就是你的拼期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会问这种 无意义的问题 而且会在明早八点 赶到别墅去 我看看 卢静言 他喜欢画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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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按外数了 我换发型了 做你的出手 我当然要配合你的风格了 没有原来赏心悦目啊 正好换回来 好 看小柱说 去把楼上的安线资料整理好 然后拿到外面的摄像灯了 知道了 安迪 开门 这位美丽的淑女是您爱人吗 她是我的新助理 简阳 简阳小姐您好 我是安迪 很高兴为您服务 根据您的身高来判断 您的体重偏低 建议您补充营养合理善适 安迪 就像小时候看的那个美国电视剧 叫什么来着 对对对 就就就这个就这个 安迪 您好 你的意思是 罪犯只是一个人 而且是本地人 可是警方一直怀疑 是人犯团无作案 气息案件 受害者类似 作案受罚类似 时间间隔有序 水平机器稳定 从不失手 而且具有强烈的个人分子 这可能是一个人 给你的小男朋友汇报 他不是我男朋友吗 他不是我男朋友吗 你会介意我汇报吗 我为什么要介意 这种无聊的事情 你们是 你们是 您好 请问您是 赋明一里的母亲子 是我 我们在调查他的失踪案 带我去他的房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过了 跟警局调查报料上提到的差不多 傅明一到日清晨离家 大约八点多钟到达同市 他今年十五岁 刚上初三 去同市是为了到姑姑家住半个月 参加补习班 可是过了几个小时 姑姑还是没有见到她 就打电话回到家里 才知道她失踪了 你有什么发现吗 你的脑子不是摆设啊 所有跟傅明一有关的信息 我都要 她去的地方 的那些线索 一定藏在这个屋子里面 我有一些发现 但是可能没什么用 你说 傅明一的成绩中等 偶尔还会不及格 但是她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 很爱玩游戏 所以她就经常在网吧 游戏精英逛着 傅明一那天去姑姑家 还给姑姑带了一篮子鸡蛋 天啊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看院子里有养鸡棚 心想如果让孩子去姑姑家 借住半个月 一定会带一些见面礼 我就问了她妈妈 果然她那天带带了 而且以前也机常会 给姑姑带鸡蛋 不过这应该也没什么用 其他就没有什么发现了 你怎么会想得的 给姑姑带鸡蛋 你真是个天才 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啊 傅子鱼啊 说你知书达理 会跟我互补 看来 她真的梦中了 这个 就是她失踪的地点 你看 为什么呀 她手里拿着鸡蛋 却拿得不方便 她会带着一盏鸡蛋 去网吧玩吗 你见过这样的男孩吗 她喜欢打游戏 但是又没有读够的钱 她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 去她姑姑家 最大的可能就是 她当天偷偷地把鸡蛋给卖掉了 她经常给她姑姑送鸡蛋 所以一次两次 并不会被发现 而网吧 又在农贸市场附近 距离她姑姑家也不远 可是 我们知道的失踪地点 是 也就是 我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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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罪犯 是住在第一個 失蹤者失蹤的附近 為什麼他的年齡 是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 你不是看過白板的嗎 原因都在那上面 告訴警察 馬上搜索農貿市場 東邊的那個樹林 有發現之後 你可給我電話 發現什麼 你已經想到了 這件孩子都被殺了 就算只有一個人做愛 也可能是人販子 為什麼就是連環殺手呢 因為我了解他 親愛的初衷小姐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我只是抓退窮窮極惡的犯人 人販子 根本不入流的東西 連環殺手才是我的猜 好嗎 你會發現 你不是不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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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是不完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